喔 這一球被撈起來在左半邊很深 哎呦呀 郭榮大王街的太驚險了 哇 跑錯邊了 幸好有及時轉過來 鋪街還處理得到喔 形成這個半決的第三個出局術有盡無險的抓下來 打得很強 哎呦 直接沒收 換朱育賢回進了一個空中抓飛鳥 現在兩邊的一雷手在拚場就對了 結束了這一個半決 留下一個雷抱殘 他覺得今年對面隊的狀況其實都還滿穩定的 這顆球在左邊方向 喔齁 陳勝平 Nice play 嗯 華麗式的美技啊 接殺了這個飛球 這顆球我們看到陳勝平他的移動距離其實非常的遠喔 他跑得非常的遠 等一下 都把它解決掉 很紮實 又半邊 滑進 好奇咯 你在變把戲啊 我家 thứ要挑戰 有沒有落地王博儉 回到最後 感覺球在空中 拨了一下 再接近手套 但現在要看球有沒有落地 王博儉 這個如果挑戰失敗 是判定出局的話 不曉得應該要上十大好球 還是好球 Safe or auto? Auto 不錯喔 中間方向籃節之後 騎身穿一擂 太無情了 月東華 這個時候硬生生莫充 閻慶紅可能新陳的安打 四傳三的美技守備 其實這個球閻慶紅打得算是 也強勁喔 方向其實也不錯喔 再來看一下月東華 鋪下去起身船一壘化一氣呵成 打第一個球 三壘手接球 碰壘包 要挑戰 潘傑凱說要挑戰 那今天在小房間裡面是 江春瑋先生 蔡國鎮先生 以及陳宋青先生 那另外還有場上的一位資深裁判 要進去喔 歡呼聲出現了 各位 我相信國軍不會說謊 哈哈哈哈哈哈 還是來泡兩塊 中線彈跳球 再加上現在則天后跟場地的狀況 還是來得起 nice play 哇哦 陳飛玲跟一連手王柏璇之間 在搭配哈馬斯的頭球 演出了nice play 所以就是變相三上三上 嗯 當時定賽 好像就3 2 9 0還純2 9 0那樣子 哦~~~ nice play 因為周扎勒今天陣主中外野方向 他硬生生把這個可能形成安打給沒收 趙雲章 趙雲 他只能默默地跌著頭回到休息室 我開了外掛之後 這一路的戰績也越來越好 這個反手是要考驗張正宇 Nice play 這是大聯盟級的身手了 其實林立這一棒眼看就應該是要安打了 是 是 被攔截之後這個距離這麼遠啊 而且穿的還是沒那麼低直接到 然後重心失去平衡之後做了一個翻滾 準備林立這一棒 總線結果 陰生生被護上張宇成給攔了下來 Oh my goodness 這顆球隊除了接的好之後還傳的好 對 大聯盟級的游擊美技手背 對 就是這個樣子了 你看看球已經快要穿出去了 最後伸手一籃了 而且幾乎是有點坐在地上的過程當中 把這個球傳向一輪 這顆球真的真美